有一年,突然覺得怎麼搞一去,怎麼沒有障礙 因為前兩年,在我們系研究所的一門課是用英文上的 就沒有障礙了,因為環境一直延續 可是那不是母語,還是要一直練習 那像長期練習的結果會怎麼樣呢?有什麼好處? 那邊學生不乖的時候,我就可以用英文罵人出去 這樣不會那麼兇,基本上你長期練習就變成工具了 但是這個caption,其實它不是給學語文用的 最早字幕通常是給誰用的? 我們學語文用caption很棒,幫忙很大,加字幕 最好是給什麼人用?給同樣的視障 給聽障的人,他聽不見這個 他要看字幕,主要是給聽障的人用的 那table裡面呢? table上面這個描述的就是字幕 那這兩個colour 兩個colour,然後這個table有個table的header在上面 colour的,這個是tableheader 然後這邊是tablebody,這邊有1,2,3,4,4個row 然後呢,table-footer,footer就是把這些東西 他現在做的是把這四個水果 theheader is couture 然後最後,data裡面,這些東西加起來 當作用footer 所以叫table-footer 那下面還有一個border border是什麼? border就是我這個table,你要這個編 我們到HM,到CSS裡面會更詳細的講 我們這一個元件,呈現在螢幕上的一個元件 跟另外兩個相凝的時候呢 其實它有好多個參數 我們後面會比較詳細的看 它自己有多寬,邊框有多寬 這是一個 還有,稍微等一下 裡面,裡面的這個內容 跟它周圍的寬度 空隙有多少 然後你這個table 跟旁邊另外一個 假設還有一個table的話 那中間的空隙有多少 所以各自都要定義 就是你 你可能說,怎麼這麼龜毛 你要做一個比較好的視覺的設計 那你這些東西都要考慮到 但是一般來講 你還沒有注意到那麼多的時候呢 就用default 用內建的不會做 如果一改,會把它改得很奇怪 好,那這個table長像這個樣 那HML怎麼寫呢? HML寫其實就是 這整個table,這個table的標籤 table的標籤裡面 它的border 它的這個屬性border跟with border是 一個屬性border 然後這個邊框是 with 40% with可以用absolutely 可以用relative 用百分比的話是relative 相對的 這是什麼意思 我把我的這個視窗 浏览器的這個視窗 放大縮角的時候呢 這個table跟著放大縮角 永遠佔40% 那你可以寫出 它的with有多少個pixel 那它永遠有多少個pixel 你關 所以你看到 你看到網頁,有的會跟著改 有的不會跟著改 有的不會跟著改 就是看它用absolutely還是reactive 那我後面還會再談 這個css裡面還會再談 那這個語歌剛好出現了 就稍微提一下 這個 所以 寬度可以用絕對的 也可以用相對的 相對的 相對的就是 你關的時候 某些不會被縮小的時候 不會被傷掉 那是不是都是相對的都好的 也不一定 這要看 就在不同的裝置上面 不同的配合 那這些summary 是不會顯示出來的 然後caption caption這個 剛剛看到的這個字幕 這個是大的 在tablehead上面 然後才tablehead caption下面table tablehead就是color上面head 我有兩個 一個是水果,一個是價錢 所以這個thead下面有tr head只有 這邊的head只有一列 這個head也可以有好幾列 等一下我會看另外一個例子 head有好幾列 現在這個tablehead只有一列 只有一列的意思是 我這一個table 我這個table的表頭 這個這邊只有 表頭這裡只有一列 一橫的一列 那但是table 也可以有好幾列 好幾列的時候就比較麻煩一點 那現在只有一列 這一列裡面有兩個元素 一個叫food 一個叫price 然後下面就接下來 一列一列的資料呈現 一列一列的資料 footer也有 header footer footer也擺在前面 header footer 通常要把foot擺在前面 foot也是一列 這個total跟它的總降 我們這沒有過運算 直接寫3.75 然後其他tablebody裡面 看有幾樣水果 一列 兩列 三列 四列 四個水果 然後每一個裡面 td data 一個一個data 所以等於用 把那個呈現的table 用文字來描述出來 那這樣做到很累 一般來講我們大概不太會這樣做了 一般來講我們現在寫 做table都會用什麼來做 我們不會真的這樣來寫 你這樣來寫 當然可以一開始學的 都會用工具的 畫一畫 畫一畫 然後設定一下 然後就要幫我們產生 幫我們產生這個HML 就是自己來寫這個 你要看得懂 你要看得懂 但是你不用 通常不用自己這樣寫 但你要看得懂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談 就是你要看得懂 那真正的話 當然都是有工具來 來幫我們自動來產生的 那Word裡面 產生一個table 你怎麼產生的 Word裡面 Word現在 如果你現在用Word 來做文書處理的話 或是不管用哪一個 都用文書處理的話 你文書處理以後 最後產生的那個文件 你去看一看 就是SML格式 它就是類似 類似這種東西 你的那個 產生文書處理 做文書處理 產生的 什麼叫出體字 什麼叫寫體字 基本上現在 文書處理的這個 這個 做POP等等等等 有圖形的時候 都在外面 但是它這個裡面的格式 都是SML的格式 這個已經都變成 所以我剛才講 SML無所不在 就是這樣 其實你已經都在用 那只是說 我們現在要看到裡面去 自公器的 一定要看到裡面去 那個table是這樣 那table可以再複雜一點 這個table就稍微複雜一點 你們看一下這個table 好了 這個table 稍微複雜一些 這個駱駝 這個 這個table上面 有 有caption 比較 它的head比較複雜一點 看這邊有一個圖形 然後呢 它的head 就是 這個 Lamma 跟這個camel 兩種 一個安地斯山的 一個是非洲跟亞洲的 非洲亞洲是雙風駱駝 安地斯山是單風駱駝 那個 Lammas 單風 有兩種駱駝 那兩種駱駝 那兩種駱駝 比較的時候 我們先把駱駝圖圖像 那它比較駱駝 然後這個 有幾個風 它的拉力 會不會吐流水 都會吐 會不會產生毛 有沒有毛 都有毛 那這個 駱駝 不知道駱駝 不知道做什麼 所以它比較四項 所以它的表頭設計成這個樣子 那問題是表頭設計成這個樣子的時候 那最後要怎樣 那我們 HML要怎麼寫 這樣有點誤會 比較難 data這個部分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 有兩列 兩列data 然後data裡面這個 有1234 四個 四個cow的 這個比較沒有問題 可是上面 上面是屬於pide的部分 tablepide的部分裡面 你看它 到底是ebi的部分 它這個佔了兩列 對不對 可是這個呢 所以這個元素佔了兩列 那這個呢 它佔了四海 它佔了四海 它佔了 它的盆 它的跨了四海 這個跨了兩列 那這種東西 可不可以呢 當然也是可以 這比較 稍微進階一點的 HML的 進階一點的 HML的table的描述 就可以做這種 我們看看 也是很簡單 看過就知道很簡單 沒有看過就覺得 這個很像很神奇 不是神奇的 這也沒什麼神奇 很沒感覺 你看到 這不過是個table 可是你不會想到 我自己做要怎麼做 那我們現在看看 自己做怎麼做 那自己做也沒有很特別 我們就 就是 我們說這個 前面都不看它了 這個 table的話 有table example page title table 那個版 caption的話呢 border 有border 它是邊關是多少 那這個 caption 有 t-hat 主要是t-hat這個部分 t-hat裡面呢 它 這個 table hat 上面那個 那這個一個圖其他 它有一列的head 你看一列 然後下面呢 一列 又有一列 所以table hat裡面還有兩列 那table 那table body裡面比較沒有問題 table body都是很正常的 那table hat裡面的兩列裡面呢 那我們先看第一點 第二列 我們先看第二列好了 第二列這裡呢 第二列裡面有th th 然後這個number of pumps 這個 它呢 它原來的 呃 來源是哪裡 會不會吐口水啊 會不會產生毛 會不會活活嗎 所以第二列呢 有四個 四個元素 那我們看這個圖 第二列有四個元素 可是第二列的頭 它不是從這邊開始起來的 第二列的頭 從這裡開始起來 四個頭 那第一列為什麼 可以這樣叫第二列 第一列 第一列的第一個 所以第一列只有兩個元素 第二列 第二列 有四個元素 但是它起頭的時候 從 很像被它佔掉 等等 第二列成就是 所以問題出在第一列 可能第一列 第一列 第一列只有兩個元素 一個是圖形 這圖形它寬佔掉了兩個列 第二個是文字 文字呢 它的這個 圖形它的高度佔掉了兩個列 第二個元素 是那個圖 文字 文字它的這個寬度佔掉了四行 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 从第一列里面呢 它的这个图形嘛 很多介绍的图形 图形它是一个Image Image的话是这个样子 它宽是多少 高是多少 所以这个图形真的是没什么问题 主要是它 你怎么Specific它 它的第一列里面 第一个Hack呢 它的Road Spam 所有的东西都出在这一个属性而已 它的Road Spam Ugo to 2 所以第一列里面的第一个Hack 它的高度 Road的高度 等于2 就是因为这个样子 我Specific 我这个骆驼图形 因为比较高 所以我要它高的站在 它的宽度 仍然是一个跟正常的宽度 但是它的高度呢 所以第二列 因为我高度站在2 所以第二列的第一个元素呢 它没有办法从头开始排了 就被它已经被它占掉 所以这是这个 那等到第二个 第二列的文字 第二列的文字里面 还有HYP 有两行 它有Colum Spam等于4 Colum Spam 我直的叫Colum 第二列的那个 它的属性里面 COL SPN 它等于4 就是它的横向的 占掉 占掉了4个 跨越4个Colum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Raw Spam 它的多一个属性 Raw Spam等于2 它的Raw Spam等于2 那这个呢 多一个属性 它的Colum Spam等于4 所以第一列里面的这两个东西 但你自己要有逻辑 画出来 要想象画什么样子 所以这个算是比较复杂的Table了 一般来讲我不太会用到 但是可以介绍 有些属性可以用 好 那再来的话是这个 FORM FORM 我们等一下再看好了 时间快要下课了 这个FORM留到下课来看 我们就再休息一下好了 FORM